今天我希望大家可以給哥哥很大的祝福 所以我們設計這樣子的場面 我想哥哥會很喜歡 因為他在大家的心中 一直是一個很愛笑 非常無厘頭無力去鬧的人 可是很特別 每次他不管怎麼樣耍無賴 大家總是笑笑的 就是讓著他 每個朋友過來 其實很多我都沒有看過 可是每一個人通通都認識我 甚至連我的喜好都知道 我後來才知道 原來哥哥一直跟他的好朋友 提起我很多事情 大家都說我是他的驕傲 未來我一樣會是他的驕傲 對不起 然後我跟大叔 我們一起準備了兩個獎要頒發給哥哥 第一個獎是最佳人員獎 上面寫著就是我們家人有一點點不認同 所以我們稍微改一下 他寫著平易近人 他變成脾氣好 但是我們把它改成不太好 他脾氣不太好 人見人愛是個寡 那他有很多很多的朋友都跟我說 哥哥很愛打電話 很愛吵他們 尤其是以前在有亞太的時候 無時無刻就是要拖著一直問你們在做什麼 除非有重要事情他才願意挂電話 這也都是他的好朋友告訴我的 那當然這些事情在我們所有人身上幾乎都發生過了 那第二個獎呢 就是超級寶貝獎 超級寶貝獎它上面寫著天真活潑 頭好重重 聰明可愛 但是如果你們認識他 你應該知道他非常的不聰明 所以我們改成不太聰明但可愛 你最棒棒 那這兩個獎呢 我們要獻給哥哥 希望他可以一路好走 希望他可以不要對我們有在有其他的牽掛 謝謝大家 小莉請留路 那既然這個獎要頒出 那在場的大家都是評審 我們先從第一個獎 剛剛小莉有提到 她有一個平易近人 脾氣不太好 但是能見能愛是個寡 我們先從這個獎來確認大家投票 如果大家覺得認同 就給我們故人一個愛的鼓勵的話 我們一起來 那這個獎我們就無 就是全票通過 好那我們接下來第二個獎 一個無敵可愛寶貝獎 他是一個天真活潑 頭好壯壯 但是不太聰明 但是很可愛 你最棒棒的抄襲寶貝獎 如果說在場的朋友們也都認同 我今天是家人一定認同 但是沒有我也要認同 這個獎才頒得有利 如果ok的話 我們再給她一個愛的鼓勵好不好 謝謝你們 再次的全票通過 那 我們也要有一個家人來代表演講 那我們一樣有 妹妹嗎 還是姐姐演講 好 那我就 我們首先來頒發 我最佳人演講 我們有 我們的這個 今天的得獎人甜甜的妹妹 來代表演講 你好 真棒 我們有甜甜的妹妹 來代表演講 我們請頒獎 我們要不要幫她拍張照 來 請頒獎來 哇這樣得獎很棒嘛 對啊 對啊 得獎就是要拍照出的紀念 好 那我們請 接下來 同樣由甜甜的妹妹 小莉來代表哥哥 來領取第二個獎項 超級寶貝獎 我要再換個造型 沒錯 每次領獎都要換個造型 來 我們再次 由甜甜的妹妹小莉來代表 來接受這個獎項 好 那